中軒830 人日好心情 Hello 我是華Dee Hello 大家好 我是AK 這期節目是跟大家分享居住證的資訊 AK 沒錯 我這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買了灣區的樓 尤其是以住客為主 有些買了之後問我 假裝居住證有什麼用? 他怎麼假裝? 還有一些朋友在這邊工作了 但是他沒有買到樓 是租了房的 他們假裝居住證 對他們有沒有影響? 還是有什麼用途呢? 這期節目的講話 你一定要認真聽 因為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要假裝居住證 我們是符合什麼條件才可以假裝居住證的 首先我們講一下居住證的作用 其實居住證就是作為我們業主生活在本地 享受公共服務配套的一個重要憑證 例如是我們的子女入學 我們享受醫療服務配套 我們要去買車 辦駕駛證等等 一些公共服務配套 我們在沒有大陸身份證的情況下 這個居住證就是你的唯一重要的憑證 沒錯 我們什麼人士可以去辦這個居住證呢? 第一,你起碼要在當地生活半年以上的 這個憑證有什麼呢? 你可以租房 有租房半年的憑證以上 或者你買了產 買了樓的 我們產權證出來之後也有半年以上 是不是? 或者我們在這邊就業的 也是超過半年以上的 或者我們自願在這邊讀書 超過半年 這些情況之下 也是可以去辦居住證的 原來我想問一下 我們在辦理 居住證 就是以諸虛為首 我們在辦理的過程中需要什麼資料 還有一個手續犯不犯傻呢? OK 我都明白你說的話 就是說 要帶什麼去辦居住證 是的 其實很簡單的 居住證呢 我們聽起來好像說享受很多東西的 其實他辦理的手續和資料是相當簡單的 那麼我們可以記一下 第一點就是一個申請表格 那麼這個申請表格呢 我們直接在申辦現場 領取這份表格填寫就可以了 那麼第二點呢 就是要提供我們的回鄉證 身份證 是的 那麼第三點呢 就是要有效的居住證明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你租房有租齡合同 是不是? 我們就業的話 有公司的工作證明 我們如果買了樓的話 我們有房產證 是不是? 這些叫做居住證明 輔助材料 那麼第四點呢 就是要拍照 是 我們要去到有資質的這個影相簿拍照的 因為呢 他拍照會將你的相片 上傳到政府系統裡面 是的 必須要到有資質的這個影相管的 不可以隨便去拍照 是的 那麼第五個呢 就是我們帶上以上資料 帶齊以上資料呢 去到當地的行政服務中心辦理就OK了 哦 是的 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首先呢 證件呢 要事先福印兩份 先福印 然後呢 我們要 帶上這些資料呢 是 必須是16周歲以上的人士呢 是不可以代辦的 必須是要本人去辦理 這樣嗎? 他16歲以下呢 可以委託這個監護人去辦理 是的 那麼第一次辦理這個居住者是免費的 嗯 是完全免費 那麼除了影相是要錢的 這個也不貴 十幾二十元而已 那麼還有一個給大家一個提示 那麼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就是我 假如我們是珠海西區 是不是? 那麼我們不知道西區在哪裡辦事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撥打當地的12345 政府服務而善 是的 我們加10756珠海的區號 10756加12345 那麼我可以問到政府服務而善 那麼我現在身處在哪裡 那麼我現在最接近辦居住的地址在哪裡 那麼他就會致引你到這裡的 哦 那也很方便 那麼按照AK所說的話 我們辦理那個居住的流程 以及所需的資料 那麼我想重複一下 真的和你去嚴定一下我們所需的資料 OK 就是第一就是我們要拿一個居住證的申請表 就是一個簽證 嗯 第二就是我們那個香港的市民的回鄉證 身份證 嗯沒錯 第三就是有效的定居的居住的證明 就是代表我在珠海這邊買了一層樓 嗯 就是那個房產證 是的 如果沒有買到樓 就是那個叫做就要證明 以及中意合同 是不是? 嗯沒錯 OK 那麼我們就準備了這三樣的資料之後 我們就去了當地的一個 照相局 嗯 拍照就說我 我是辦理那個官主證的 是啊 那麼他會有匯則 沒錯 那麼我們之後就去了政府中心 那麼我想找政府中心去辦理這個倉庫呢 嗯 要不要說可以在網上預約啊 還是我們去哪一個指定位置呢? 那麼我有朋友有西區和市區 在一個叫做地理的位置 那麼我怕它跨太遠 不會是西區一個市區一個 沒錯 那麼 就是我們一般都是在就近辦理 是的 那麼假如我們去西區了 那麼我們到西區的這個行政服務中心去辦理就OK了 那麼至於地址在哪裡呢? 你可以上網搜索一下 或者我們撥打對的那個12345 是政府服務二線 他也會指導 但是 指引你如何駕車自駕過去 或者如何裁工駕車過去的 當然了 你經中軒買 中軒的同事一定會帶你過去的 是的 那麼我還有一件事就想問呢 這個服務二線 就是你所說的12345 那麼我們是要打這個12345 我們的珠海區和就是0756 沒錯 一定要加當地的區和 它屬於我們的珠海市的一個服務二線 就是可以了解所有的一個 政府的一些辦事程序 有關政府的所有的業務都可以去問這個二線 中山就要加0760 是的 那麼我們珠海就是0756 OK OK 明白明白 好 那謝謝AK你 OK 那也希望你的業主 可以順利辦理居住 享受我們大灣區的公共服務 OK 好的 那時候AK你 好 今期節目到此為止 那麼下一期再見 好 拜拜